透过佛学讲座 也期望能够教导大众 活出智慧原生 是法应为佛陀所讲的 八万四千法门中 最精华的部分 亦是佛法特有的不共观点 无论你是小圣修学者 或大圣修学者 劫肥修学他不可 因为他是佛教的见解 若我们内在的精神世界里 先建立是法应的见解的话 不久之后就能提升空的境界 所谓是法应是 诸行无常 有肉皆空 诸法无我 涅槃极尽 才望看人仁波切 生于1977年 九岁出家 1992年成蒙大德上师 赐予金刚圣的灌顶鱼口船 三年里精进闭关 修习大圆满前行 三根本为主 世部及余前部 才望看仁波切 精进修学 尽心尽力 红法立身 从2009年 由台湾信徒 邀请的姻缘 开启了 才望看仁波切 每年的亚洲红法行程 才望看仁波切 将于2021年 1月1日 与1月2日 在高雄清凉 因人文空间 主讲活出 佛陀智慧的人生 让大众了解 四法应的重要 欢迎大众踊跃参与 十方新闻 黄慧如 肖瑞丰 高雄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订阅